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大师兄 大师兄 你在干嘛呢 感悟 感悟 感 那 大师兄 你感悟出来什么了 冷 大师兄 三朋友 燕山派啊 第四代弟子 人数众多 郡朗飘逸 雄魂壮瘦 各式各样什么都有 你没事吧 大师兄 师姐 师姐 你这失魂落魄的样子 师父要是见了 肯定会责罚你的 你一脸写着 我喜欢 张姓木 昨日之事之后 我被神思不数 总是 总是想着他 忘不了 不知如何是好 你是谁啊 怎么投入路进来的 我是小语 刚入门的弟子 被派到后山打扫的 师兄怎么称呼啊 小语啊 为兄 君为妻 好你个燕山贼子 好大的功能 竟敢来我摆花门撒野 你干什么 我我我我我 我不是来撒野的 我给你解释 你叫我什么 你叫我什么 我看你王那儿逃 我看你王那儿逃 在你临死之前 让你尝尝幻化神功的厉害 你为何这样看着我 我没有在看你 我在看你身后眼壁上的那条蛇 你 police的姓末 你也不弄了 莫要欺人太赛 卫妻 我追卫妻 我追卫妻 卫妻 卫妻 誓死保护燕山派 你上一边去 魏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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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我师姐 我怎么不担心啊 我就因为担心你 再师姐 我才去百花门找你的 你去百花门是找我的 我去百花门找你 就是我们两个上次交手之后 你没与我交手 你是被我打了 你自从上次被你打了之后 我仿佛就找到了生命的意义 什么意义啊 就是 就是 我想再见你 师父 弟子有事想和您打听 什么事啊 这么神神秘秘的 师父是否知道 百花门有个人 叫夏新河 谁 夏新河 花茎香的师妹 你听谁说的这个名字 此人还活着 一切 是 我 你 你们要杀 就杀了我 莫要为难昭大哥 你是百花门的大师姐 他是燕山派的大师兄 你们将来 必定要继任掌门之位 即便是能促成两派和解 也只不过是各自安好 玲珑 你一向多谋 可有什么办法 长痛不如短痛 放手如何 来 八点 到九阴之人外 半舊体血快苦 在家被你 飞食即生 又在采大 现在 血脉赤脂 你是何人 鬼鬼祟祟在我百花门 义与何为 告辞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根本不会给你们机会 这么暴躁的吗 不然我为什么躲着他 我从小过的什么日子 你们根本就无法想象 小成 小成 你别哭啊 你赶紧去洗洗脸 换身衣服 再怎么说 我也是你师姐 以后百花门 我赵你 接招 一青姑娘 你这是 是 君卫妻还好吗 你找卫妻师弟是要 我今早练功时感觉 感觉有些不对劲 似乎缺少了些什么 缺少了些什么 说不清楚 所以想找君卫妻一寻究竟 师弟随时走老人家下山游历去了 如今不在山门内 是 他走了 昨日走的 他竟舍得走 看来 我是真的伤了他的心 3000 师姐 别来无恙啊 星河 这么多年 你还好吗 师父留心 严大敌来袭 今日 他将与强敌交战 生死难料 小君师妹 你集合所有们的弟子 共同辅助师姐于敌 遵命 虎妹兄妹 你们去往后山 开启密道 你们二人 必须将百欢门 所有绝学典籍 统统运走 绝不能将其试传 遵命 小莲 一会儿 召集所有外门弟子 由一心指挥 所有人 躲入后山密道 随时随刻 准备撤离燕山 来杀我 你怕吗 想偷了就不怕了 人故有意思 只是 死在你这门派企图手里 心有不甘 心有不甘又如何 当年我离开这里 也是心有不甘 你敢如何师父 守死吧 雨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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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